我們先介紹一下 剛剛那些Google文件的部分 事實上也有提供什麼 就是語音輸入的服務 包括Google的這個文件 有沒有一個語音輸入 在這裡 好,一樣允許一下 雖然它不能打標點符號 但是用這樣打字 真的比你用講 用打得快 記得講完要按一下 你不要邊跟人家講話 然後這個就忘記關 然後就一直打下去 這樣了解 好,那還有沒有其他的? 有,在這裡 我們剛剛是用的 叫做文件對不對 簡報 老師在做簡報的時候 有沒有可能有機會用到? 也有啊 來,你看一下 你看我開個簡報 一樣的 好,進來之後呢 其實它現在這個簡報 我順便跟老師介紹一下 簡報它現在也有點類似微軟的概念 你看右下角這裡 有沒有一些主題 有沒有一些主題 你可以選 看你要哪一個 比如說我選了這一個 黑黑的 那 在這個地方 它有新增一個功能 我先把右手邊先關掉 這裡 有沒有叫探索 探索這個功能 它就會根據 您簡報裡面 就是您打的 也就是說我今天 主題如果我沒有選好 或者我覺得 反正我就輸入一部分內容了 那我就直接按這個探索 它就會根據你的內容 給你一些建議 說啊 你可以用怎麼樣的樣式 版面配置 有沒有 這樣也是還不錯 也是還不錯 所以你可以參考一下 那我現在呢 就先恢復到這邊來 我們要跟各位講的 這個 在這邊 你看 工具 有沒有語音輸入 一樣可以用啊 是不是都一樣的工具 所以如果老師想要在簡報裡面 輸入應該注意的事項 或者在這個地方 就直接打上簡報的內容 也是很不錯的選擇 你知道我離麥克風比較遠嗎 知道為什麼嗎 知道為什麼嗎 不是啦 因為我這支比較好 所以不用那麼緊 你了解意思齁 你如果就是有些麥克風 就是這個 網路攝影機 那個收音比較差 你就要比較緊 因為我這個是立體聲 所以 收信會比較好一點 我只要大聲一點點 它收起來 這樣整個辨識效果還不錯 這樣了解 所以你不要回去說 為什麼我這麼遠講 它都不反應 哈哈 因為Gay小波一樣 哈哈 OK 好 所以您可以再這樣 發現就是這樣 效果是不是就好很多 所以我可以學到 再來一次 我會講 我會講 好 我會講 好